郭宝昌大宅门导演 没有一段经历与大宅无关 没有一刻生命不渴望逃离大宅 一身反骨一纸传奇冲出大宅门都没有 老七 撒手 完全把它写成一个臭流氓 很无耻的臭流氓 你说吧 你要多少银子 我不要银子 我要扁 那我要是不给呢 也行 我用这个扁入骨 年年要分红 属于那个贪污的典型 是属于那个把那个公产 化为私产的典型 那么当时我写它的时候 完全是属于这个腐败象征来写的 那当然是往最坏的典型里面写 她是作为妓女 我那会儿就绝对给妓女看不出 所以我在写洋酒红的时候 毫无疑问 那是踩在脚下的 绝对是一千个一万个 这种燕鹅抗旗 这事呢 孩子吗 哎呀 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还别说 宾馆什么人 敬您手这么一条里 嘿 就跟画里画的似的 你说她哪像个乡下丫头 脐皮嫩肉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 一个很悲惨的女人的命运 她牺牲了她的情形 牺牲了她的一切 牺牲了她的肉体 郭宝昌所说的这一版大宅门 写于1956年 当时16岁的郭宝昌要写一部揭发资产阶级罪恶史的小说 他要揭发的对象正是他自己的家 京城守护同仁堂 我觉得真是很腐朽很衰败的一代 这个阶级我感到她是要灭亡了 叫什么名字 香秀 香秀 这名挺好的 那你不怕这狗咬你吗 不怕 这狗跟我好 抱狗的丫头香秀 这是16岁的郭宝昌比较唯一的一个好人 这个丫头的原型便是郭宝昌的姑妈 从小被告知母亲去世 父亲是八路军的郭宝昌 认定只有姑妈才是自己最亲的人 这个被卖到大宅门里做丫头的姑妈 26岁时嫁给了宅门里70岁的四老爷 摇身成了太太 从那天起郭宝昌便随着姑妈一起进了这座大宅门 我说我属于那个野种 属于不正宗的 我不是他们家的人 那么他们的子女 各方的子弟都看不起我 这个是你们湖南很难很难想象 我在家里面我觉得很屈辱 我经常会感到一种屈辱 那么这种屈辱就使我很不愿意在家里待 而且我跟他们的任何子女没有任何来往 但是那会儿差不多年龄都差不多都在一块玩 我从来没有 而且我很看不起他们 我觉得他们吃煮熟豆饭 做少 过了一种少爷的生活 我觉得他们很可耻 习惯独处的郭宝昌更迷恋于学校的生活 他完全敞开心扉的接受党的教育 他要和无产阶级融为一体 可是同学们却把他当作异类 每次我去参加这种会 我都感到非常耻辱 因为要在班上宣布 班主任来了 说明天下午两点 郭博昌不要来上课 你到吉祥剧院去听那个资产阶级子女教育 听课 我全班的同学都来看 我那会儿一定是脸红薄粗 觉得没脸见人 觉得很耻辱 就等于敌人一等嘛 跟敌人一等 1953年 郭宝昌还在上小学 同仁堂在周恩来的鼓励下 成为第一个公私合营的典范 这件事使郭宝昌颇受影响 当时我对这个事很高兴的 我觉得至少资产阶级开始进行改造 起码认识到过去是克制的 16岁的郭宝昌决定写一部揭露资产阶级罪恶史的小说 这种快感看起来像是风魔 姑妈的好奇与日俱增 终于他忍不住走进郭宝昌的房间 要看个究竟 偷看以后 他看到我把他写成那个样子 极为愤怒 那种愤怒不是一般的了 那么还没写完 写了三分之一吧 一半 闹到一半 就为我们老太太发现 我爱了以后就烧了 1956年 郭宝昌开始写作大宅门的初稿 《浪淘沙》 但是这部写了还不到一半的小说 最终却被他的养母复制一句 烧掉稿子的理由很简单 他不能忍受自己 被写成一个受迫害的对象 更不认为自己是在牺牲 实际上我完全不了解 我妈妈深深地爱着这个 比她大42岁的老头 这个真是太奇怪 姑妈对这个70岁的资本家的爱 使郭宝昌不能理解 她更不能接受的是 姑妈要将她也变成 资产阶级的后代 26岁 嫁进宅门的姑妈一直无子 按照宅子里的规矩 她可以过继一个孩子 将来继承家产 把自己带过来的侄子过继过来 是一个在宅门里扬眉吐气的转机 因为这个事我跟我妈妈弄翻了 搞到而且她也要把她的财产 我只要过去以后 就要把财产全部过到我的名下 我当时都拒绝了 我们それ以后 磋子 我们找人